吃茶去是怎样的禅学典故? 赵州从沈禅师是唐代禅宗大德 他说的吃茶去三个字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官 并成为禅林以及茶文化一大著名典故 赵州从沈禅师吃茶去公案诞生的地方 河北赵县也被尊为禅茶一味的故乡 这则公案讲述的是赵州禅师在禅学领域被人敬仰 所以常有僧人前来请教 一次有两位僧人来到赵州向禅师请教如何是禅 从沈禅师问其中的一个以前是否来过 那个人回答没有 从沈禅师于是便说吃茶去 从沈禅师又问另一个僧人是否来过 这个僧人回答曾经来过 从沈禅师还是说吃茶去 当时在身边的监院也问从沈禅师来过的让他吃茶去 未曾来过的也让他吃茶去 是何道理 赵州禅师叫了声愿主 兼愿答应了一声 从沈禅师依然说吃茶去 其实这一句吃茶去就是代表着从沈禅师的禅心 禅的修正在于体验和实证 语言表达无法与体验相比 参禅和吃茶一样 茶的滋味要自己体会 禅的滋味也是如此 别人说出的滋味终究不是自己的体物 所以万语与千言 不如吃茶去三字